女孩意外穿越回了老妈的少女时代 没想到当年的老妈竟然玩得这么野 而他在派对上遇到的性男性男竟然是他爸 此时的爸妈还互不相识 老弟正和别的女孩打得火热 饥渴的他看不下去 可是他的到来却扰乱了时空 让爸妈提前相恋了 要是他俩现在就早点分手 小美可能也就会不会出生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小美放大鸳鸯 却让爸妈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直到这一天 老爸的前女友突然被人杀了 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妈妈 其实他正是为了阻止这起连换杀人案 才穿越回了这一年 在35年前 1987年的万圣节前夕 三个16岁的女孩被捕杀了 第一个女孩死在了自己的16岁生日派对 两天后 第二个少女死在了森林木屋 万圣节当晚 第三个女孩死在了游乐园里 她们身上就有16处刀伤 穿完凶手也是一个16岁男孩 身着黑衣 戴着诡异的笑领面具 但时间过去了35年 警方依然没找到凶手 小美的妈妈却突然与害 这一天也是万圣节 16岁的小美想出门去看演唱会 妈妈担心她会有生命危险 特意嘱咐了丈夫 护送女儿安全出门 而她独自留在家中 门铃响起 她以为是来药堂的孩子们 没想到 对方竟然就是35年前的女孩杀手 老妈锁门后 赶紧按响警报器 可是杀手也不闷入 幸好老妈遭遇了35年前的杀人案后 做足了宠物准备 她不仅枪身舰体 还在家里每个角落藏了武器 最后杀手记得警察跑了 老妈刚怂一口气 没想到这只是个障眼法 杀手竟然从后门冲进来偷袭了她 老妈最终还是被捅了石油刀身亡 小美很后悔 后悔自己执意出门 导致妈妈一个人在家中遇害 几天后 她在回家的路上也遭到了杀手的邪击 为了躲避追杀 小美躲进了闺蜜制造的时光机器中 这个时光机只是个半成品 从来没有成功过 她按下了开启按钮 时光机竟然响了起来 直接暴露了她的位置 杀手隔开普遍刺想小美 在小美的反抗下 杀手无将刀子插进了时光机的铺盘 竟是时光机成功启动了 小美穿越回了35年前 连环杀人案还没发生的时候 她找机会混进了当年学校 才发现当年的穿着打扮比现在超多了 她还见到了当年的三个受害者和自己的妈妈 原来老妈和受害者们竟然是好姐妹 而且他们都是学校里著名的不良少女 其中受害者一号还邀请老妈去她的生日派对 没人知道这个派对竟然开启了死亡循环 总之没人相信小美说的话 可是小美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送死 于是就去报警了 警察却认为她在捣乱 把她赶走了 小美只能找到制造时光机的闺蜜妈妈求救 这部时光机就是根据她的旧笔记做出来的 黑妹相信了她说的话 把小美带去了社会白队 此时的老爸正和受害者一号蒂芬妮热恋中 小美看待了 但还是劝其他女孩们一定要守在蒂芬妮身边 避免她落单 可是这群男男女女实在太饥渴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约会对象 蒂芬妮甚至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就换了个男朋友 和一个乐队主唱勾得上了 蒂芬妮只是尿急上了个厕所 乐队主唱就丢下她跑了 此时的蒂芬妮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杀手钉上了 女孩以为男友要玩什么情趣游戏 没想到男人抓住她的头发 一刀捅进了她的腹部 而她的朋友们就在一墙之隔庆祝海队 震儿欲聋的音乐声盖住了她的尖角 等人们发现她的时候 她已经被炸了16刀死在了大厨房上 小美为了阻止这场杀人案 特意穿越回35年前 可还是失败了 第一个女孩死了 接下来还会有几个女孩受害 其中就包括她的妈妈 老妈是受害者的朋友 并不知道小美是自己未来的女儿 小美就假装自己会通灵 告诉老妈第二个女孩玛丽莎 会死在两天后的森林屋屋里 还无意间透露了 她未来的丈夫是布莱克 老妈兴奋坏了 因为布莱克不仅是死去闺蜜的男朋友 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暗恋底相 老妈勉强答应了 可是等小美第二天上学时 就看见老妈已经迫不及待出手了 她担心爸妈早恋后 感情不稳定又分手 那她寝室就无法出生了 小美既要阻止面具杀手 继续行修杀人 还要防止爸妈早恋 虽然目睹了朋友的死亡 这群年轻男女 依然没有把小美的话放在心上 只想试困作乐 小美只能自己想办法 让他们避开处事地点 第二个女孩死在了荒无人面的森林 小美就建议大家去大城市玩 最终 玛雷莎决定 去爸妈的大别墅里庆祝生日 可等下车后 小美才发现不对劲 这栋大别墅 就是她记忆中发生第二期 命案的森林的屋 小美担心妈妈会有生命危险 想带她走 臭美的老妈却以为她爱上自己了 事已至此 小美只能见一步走一步 给大家制定一些保密规则 她已经锁好了门窗 警告大家今晚一定不能落单 或者离开木屋 可是话音刚落 这群娱乐至死的年轻人们 就下水泡澡去了 其中一个女孩是警官的女儿 她竟然还在蛋糕里放了一番剂 怪不得每个人都像可嗨了一样 小美骗大家回屋里吃披萨 可是等他们进屋后 却恶作剧的把小美独自关在了门外 大家分开去找乐子玩 老妈抓住了机会 又向未来的老公示茫魅力 可是老爹颇不见风情 他们一边准备晚餐一边调情 竟然把手都切破了 虽然相处的过程很慌乱 充满了荒谬的剧情和装满的细节 但老爸老妈真是天生一对 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 就在这时 老妈听到门口传来了响声 她突然想起了小美说的话 傻少今晚会来杀人 于是 赶紧去把房间门锁锁上了 另一边 有个女孩在房间里睡着了 朋友主动帮她把窗户锁上 然后离开了 就在她刚走后 面具杀手竟然走不进来 小美也刚好来到了窗户外面 她一直在想办法进屋子 可是她之前让大家把所有门窗都锁上 导致她反而进不去了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杀手即将对少女动手 她赶紧爬去隔壁房间求助 于是老妈听到了窗户的敲打声 他们误以为是杀手 没想到来人竟是小美 小美终于顺利进了门窟 被杀手盯上的女孩也醒了 她逃跑 却被杀手推下了一梯 睡到后折 小美刚想开门去救人 却与杀手正能刚上 她一慌张又把门坐上了 这导致杀手直接杀死了女孩 继续往她身上捧了16刀 小美和爸妈也终于捕足勇气去对付杀手 可是他们三人一起合力都会抓住她 反而搞到大家都受伤了 杀手才被赶跑了 可是受害的女孩也已经死去了 他们连夜去警察去报案 小美特意收集了杀手的血液来验DNA 可是当时的技术发展 还没有验DNA的功能 导致证据也用不上了 另外就是万神节 也是面具杀手再次打开杀戒的日子 你永远不知道年轻时的父母到底玩多野 就连煮饭也不忘调情 切苹果切到手了 用面包片来执行 伤口还没止血呢 他们就忍不住滚到了一起 16岁的小美从没想过 自己还能亲眼看到年轻的爸妈谈恋爱 她被迫化为FFF团阻止爸妈早恋 其实她是意外穿越回散15年前的 目的是为了阻止一场年幻杀人案 要是抓不到凶手 妈妈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她的记忆里 今晚万圣节就是第三个女孩被逢杀的时间 她想尽快找出凶手 因为她留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 时间紧迫 小美只能让女孩独自走进万圣节鬼屋中 引来凶手 可是玛丽莎太害怕了 她已经亲眼看见了自己的两个好姐妹被杀害 小美就递给她从现代带来的警告器 总之等夜晚时间一到 玛丽莎独自走进鬼屋 果然面具杀手显身 小美和其他人早就藏在鬼屋四周 他们缠住了面具杀手 不让她有机会杀死被杀 可杀手显然是训练过的 大家一起上都对付不了她 还被她刺伤了 她还抓住了小美 正准备动手时 她的身后一把镰刀穿胸而过 面具杀手竟然被杀死了 小美拿下杀手的面具 才发现她竟然是盗格 盗格是班上的书呆子 经常被人欺负 在小美的印象中 她只是一个书呆子好人而已 小美突然看到她的胸口挂着一根项链 项链里竟然是胖崔西的照片 原来被害者们是学校里著名的坏姐妹团 她们经常嘲笑一个胖女孩崔西 造谣她和体育老师有一腿 还假装和她做朋友 给她灌酒 崔西不堪凌辱 醉驾撞到树上意外身亡 而盗格才是崔西真正的男朋友 所以她才会化身面前杀手 向他们复仇 妈妈也是坏姐妹团的其中一员 小美对她很失望 妈妈却感到委屈 她嘲笑过崔西 可是也不屑于和其他人一起去造谣欺负她 小美不明白 为什么在35年后 面具杀手还要特意来报复老妈 正当大家疑惑时 玛丽莎突然被割喉了 又有一个面具杀手闯入进来 大家都被吓坏了 小美却意外发现 这个杀手和她一样是穿越者 是35年后的面具杀手 可是盗格已经被他们杀死了 这个面具杀手是谁呢 小美猜不到她的真正身份 而且她留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了 时光机即将启动 黑妹决定送她回到更早的时间线 来改变这一切 面具杀手在背后追杀他们 还顺手把正在报道新闻的记者给杀了 机器启动 小美让黑妹赶紧离开 自己留在机器里和杀手活动 可是妈妈为了救她 竟然也进入了这台量子的机器中 杀手把机器的时间重新调回到现实 也就是35年后 离心机中气压太强了 小美和妈妈都无法行动 杀手一步步比紧老妈 想趁机杀死她 她往妈妈身上插了一刀 正准备捅第二道时 小美及时打开了妈妈身后的仓门 把她送了出去 杀手的面具已经戴走了 小美才发现 杀手居然是35年后 带人们参观这场 连环杀人案案发地的导游 她想得到大家的关注 可是没人在乎一个35年前的命案 她就起了坏心 在电影开头杀死了小美的妈妈 让案件继续发酵 来吸引人们的主力 她想造出一个神秘的连环杀人魔 越多人出事 在背后操纵了她 才能得到越多人的关注 她甚至还向自己的父亲复仇 就是刚刚被她杀死的 报道连环杀人案的记者 记者为了抓热点 忙于工作普普加 也很少关心儿子 导致她常年缺乏 家人的关系和爱 心里也逐渐扭曲了 小美觉得她真是一种刀荒 两人展开了最后一步 金刀 只有站在量子雷星机的中央 才能顺利出了时空 小美用枪击中了她 看着她在量子时空的分剑下 化成了粉红烟雾 而她终于顺利回家了 因为凶手被顺利抓到了 妈妈没有生命危险了 所以爸妈都还活着 而且和以前一样恩爱 还给了她一个大惊喜 她多了一个34岁的哥哥 还痛失了自己的名字 哥哥 也叫姐妹 我们两个名字是Jamie Polette 你可以帮你兄弟 设置桌子吗 是